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艺术家向来是仆人 要尝试着偿还神赐予他的天赋 可是 现代人不想做出任何牺牲 哪怕只有牺牲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肯定 晚上好各位朋友 我是静波 刚才这段话出自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春节还有20天就要到了 静波频道联合乡土乡亲 还有果壳网 为大家设计制作了一套非常精美的春节礼物 特别适合孝敬长辈带给家人 如果您想要了解详情 可以关注静波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回复二就可以查看到了 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带来 习慕容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 叫做《一棵开花的树》 一起来听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 成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 开满了花 多多 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进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夜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 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 凋零的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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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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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